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瑞士吹过来 对 咱们可以先给大家看看 达沃斯 我很多朋友想去玩 要不说人家那么一个小城镇 咱们先看看 说是滑雪圣地 在瑞士东南部 你先看见的是抗疫 这是抗的什么疫 你看 完全 还有人描写很文学化 说这个雪下得好慢 人睡在他的酒店 小酒店房间里 安静的 听着钟表的声音 都算噪音了 你瞧这个 说是真正开达沃斯会议的会场 容纳几千人的会场 也非常的小 因为什么呢 就在那个 卧在山谷中 就在山腰上 因为他的风景太好了 我听说看到很多报道 特别New York Times 有开了一个也越来越八卦 以前New York Times 所有的约时报 所有的新闻都是最硬朗的评论 这是硬朗的评论旁边 总是开一些比较花边的小小的方块 就讲什么呢 很多年轻的出席的专家也好 官员也好 最期待的是赶快开完会去滑雪 他们最高兴 瑞士是一个滑雪圣地 对 因为他们现在年轻化 全球的领导人 什么高官 学者都年轻化 甚至很多是80后的年轻人 都是开会的时候 无心 完全 无心恋会 对对 然后都是拿着手机 拿着一些通讯用品 其实都在偷偷上网 现在很流行 拿着手提电脑在那边 假装记录会议 其实是在上网 然后后来还派到一个官员 不晓得哪里的官员 以为他在假装 以为他在记录会议 原来他在上网 查当地附近的滑雪圣地 还有五星级的 什么吃东西的餐厅 好地方 这人家就讲 就是说达沃斯这么一个小地方 对吧 他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定位 好像从1971年的时候 还只是欧洲的商界领袖们 开会才300人 他当时叫欧洲管理论坛 当时是一个欧洲范围内的 而且当时冷战时代 瑞士又属于西欧 是吧 当时说是这个目的是 是为了对抗美国商业入侵 后来说十年后到81年 美欧之间融合了 那个时候的浅话题 感觉是对付前苏联之间的那种气氛 然后这些风水轮流转 到今天变成一个全球论坛 后来他们讲了 说你要算算账 他这么个小镇 对中国的小城镇发展 很有启示 说五天的论坛 五天的论坛 就给这个小镇 带来两千多万瑞士法郎的收入 然后说这个国家 这不是国家 就这个达沃斯 全年的GDP 大概有八个亿瑞士法郎 其中有三个亿瑞士法郎 都是开论坛 对 其实反过来也可以折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任何一个城市也好 小地方也好 它发展要有自己的独特性 你刚才说那个差异性 这很重要 不是说每个地方一定要像纽约 像北京 像东京 像巴黎那样的 你这个地方有自己独特的特色 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也能够有世界的 可是你要有独特的特色 总要有机会 有时候就机会人家给你 有时候你要打造出来 有时候可以自己打造的 你看中国有个博奥 博奥它是海南一个 原来是名不见经传 也是一个小地方 但它就取什么呢 就取海南是中国的最南端 博奥又是海南的最南端 那是中国最南端 最南端里面的最南端 然后那个地方呢 然后现在就营造出一个 就等于是亚洲论坛 亚洲论坛主要是中国和东南亚 包括中国和南边 南部国家一些的关系 我们在中国一个 最南边最南边的一个城市 搞这么一个 不是在北京举行 也不是在上海举行 因为同样这么一个论坛 如果在上海北京举行 它给人的心理的负担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中国一个最南端的 这么一个像小渔村一样的 大家穿上像夏威夷一样 很休闲的服装 大家跑到那纪念二轨 所有的领导人跑到那 都像普通的朋友一样 谈一些很轻松的人性的话题 但其实一方面是 建构了领导人之间的感情 另一方面互相之间谈的话题 你可以当真 也可以不当真 同时博奥这个地方 自然也就出去了 所以我要想 要打造的话 你要人家来开会 你要那个地方选得对 那个环境很好 像博奥 大家去那边 一边开会一边 好像有点放松来开会的感觉 我想起我在美国 读博士班的时候 在美国的中士部 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附近很多的地方 适合给人家骑重型机车的 重型电单车的 经常很多人 一队一队的机车队 川州过省 然后来到我们中士部那边 停几天 然后再走了 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 后来有个小地方 就在那边 每年举行一次 同性恋 同志大会 很大型的会 全美国各地的人都 开车 骑着机车过来 那非常壮观 每年一次 也是每一次 每一年开完那个会 听说就可以养活那个镇 还有附近几个镇 一年两年的生活状况 所以那个地方完全适合 这个机车队来 然后政府也支持 甚至把当地那条街改了名 叫gay street 完全就让你们感觉高兴 所以你看这个经济模式 现在有同性恋经济 还有美女经济 有地方专门选美 这个中国学者 我发现最爱反思 开一个达沃斯论坛 一下列了12条 就说我们中国这些小城镇发展 为什么没有自己 很多地方没有自己的个性 我甚至还想起前两天 我看一个新闻 说是河南 那个字我都不认识 什么什么不州 批州 还是一个地方 说那么个地方 你说他就搞这个市政建设 他搞什么呢 他要追求跟中南海一样 甚至他就叫中南海 叫什么州中南海 然后呢 政府门前呢 那条街 他不敢叫长安街 他叫长安路 附近呢 他要走 他要去北海 西海 南海 不是这个个人的心态 他可能有中国 可能这个数千年 遗传下来的这种帝王的心态 每个哪怕 那个小镇的镇长 我如果当了 这个小镇里面的一把手 让我也常常说 帝王的一种姿态 帝王的一种味道 是吧 那我来感受一下 虽然是假的 要我说南京那个 被判了刑 那个方产局长 抽那个烟 叫什么 这个名字起得太方了 你知道吗 叫九五至尊 因为那个方产局长 你什么官 九五至尊是皇上啊 那不半年 对 但是反过来呢 其实我觉得可能 跟发展阶段也有关系 你看这个瑞士 这个达沃斯 我相信他如果 在两百年三百年之前 当他还相对 比较落后的时候 我不知道 当然是东西方文化 有所不同啊 西方人可能不一定 完全像东方人 要追求当帝王 但他可能也想追赶 当时发达于他的 或者几倍 几十倍发达 发达于他的这个地方 但当他1971年 他成立的时候 瑞士已经是个 相当发达的国家了 已经是一个 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所以那时候 他有很平和的一种心态 我们中国人现在心态 其实是处于一种 有人说我们是 既强又不强 或者强而不强的那种心态 一方面看上去 好像很牛了 但其实内心 还是很脆弱的 你说这个心态 郑重这个马先生下怀 他最近 关于达沃斯论坛 看了一些网友们的 这个意见 不仅是网友 还有很多专家们的意见 的确是看了有些感觉 有什么感觉 就是那个 没有就像邱先生刚说 就是那个 可能以前亚裔的太久了 现在一来 哇中国崛起了 就像这次的会议 在那边 主题我们都知道 什么重新建设 重新思考 重思 重建 重重设 然后好几个大环节 都是以中国作为主题的 对 甚至有人称为说 中国密码 就是中国好像 为什么能够长期 那么长而有力的 经济崛起 然后邀请了 很多中国的老总 去演讲 你知道中国的老总 一出门不得了的吗 西姬两个 助理七个 发型师三个 这样带着 我猜那个守证 这一阵子 一定马上 突然多了 很多中国菜馆 而且中国老总 一出门 一定要吃中国菜的 搞不好家族都带着 我觉得那个 第一个看了 很多关于那边的花边 比方说的确是 在那边 还有人在那边 吃饭开会 还到处问说 能不能花人民币 还建议说 你们应该收人民币 才对 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 他一夜之间 我们以前说 一夜暴富 暴富以后 他的心态 一下子扭不过来 再加上 本来那种穷棒子翻身 这当然话说的 有点难听了 穷棒子翻身 所以再加上 我们本来就是 封建传统当中 有的那种 如果一个人 马上上去之后 马上要前呼呼用的 这方面我倒想到 最近几天 大家在谈美带军售 对奥巴马 有很多批评 奥巴马访问 访问中国的时候 访问上海的时候 就那天他第一站 不是到上海吗 而且是下着雨 有一张照片 让我引起很长时间 是说 他是一个人打的伞下来了 我下悬梯的时候 一个人 你表面上可以看 就是一个很孤独的 美国总统 是一个自己打的伞的 如果是我们的话 至少是前面 有个警卫网 你开到吧 要让这个总统 不要摔倒 摔倒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在下雨的时候 你至少后面 有几个人互卫吧 这个是很正常 邱先生 这个问题 我跟内地的一些 当官的朋友 讨论过 这个问题 因为前阵子 中国不是也有一个 很年轻的什么省长 还是市长 很多了 也去考察 然后旁边就有人 打着伞 二十九岁的一个市长 对对 后来我跟朋友们 讨论他们说 不行啊 嘉辉 你在中国当官 就算我觉得 我不需要这样排场 人家会觉得 你不给他面子 对 你会很难做下去 官场文化 对 你不这样给人家打伞 我跟你讲 就是说我这主持人 我去给人家 主持一个活动 我没有助理的 我一个人背着包去 他不让我见 他不认得你 你这么一个人来 我说我是主持人 不可能 主持人的身边 至少跟着三个人 现在有什么事 假如说找你演讲 找你主持 首先说你有没有助理 先跟你的助理谈 先找他助理的助理 轿子得要人抬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有人说中国人 现在有些情绪 优点是牛 缺点是太牛 但是我觉得 像这个达伯斯论坛 它实实在在的 我也感觉到 比如说他们讲 就说中国政府 2010年 什么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这种人 我作为中国人民 我过去都不太懂 也不太关心 现在他们说 中国开经济工作会议 是全世界经济界 关心的事情 就说你这个国家 这个经济 保持这么高的增长 下一步你是踩刹车 还是慢慢刹车 这个好像 所以这次达伯斯论坛 都在讲中国经济 你是硬着陆 还是什么软着陆 好像你这一边 已有个动静 有人打了个比方 就说现在这个世界经济 我不懂我求证于你们 说现在这个世界经济 好像是个大房间 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个房间里 而中国 这个一直是个炉子 是个炉火 它必须就是一个热力源 那么周边的人 就希望你热 你至少不要凉下去 使得我们站在屋子边边的人 都能享受到你的热力 但是对于中国 对 但是中国本身来说 你现在自己就是炉子 你太热 就把你放在炉子上烤 这很有道理 其实我觉得 从这个整个房间概念来 是很自然 现在是全球化 全球化 贸易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 所以你中有我 中有你 而且现在又是网络时代 那么小的一个地球村 所以你中国 中国又是地球上 现在经济发展 最快的这么一个火车头 它的就业 它的整个GDP 当然能够拉动 全世界的贸易 都流 我想这是很自然 可以理解的 但你刚才说的 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炉子 他自己也在上面考 我觉得到底有很道理 我个人可能有一个 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可能就 也许我有点起了忧天了 我觉得中国这几年 在外部环境上 崛起是很快 你看我们比比 最近现在是2010年年初 我们看看2002年 2003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崛起 根本根本没什么事 是吧 当时1999年 我当时到德国去采访 当时的鸡巴峰会 就八国峰会 这个 应该应该 扫黄 扫黄 我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们 现在解禁 八国领袖峰会 当时在德国举行 当时斯洛德提出 他说我们有一天 要请中国来参加 这个作为一个观察员 我们当时中国记者 在现场觉得 匪夷所思嘛 这个八国领袖峰会 不是几八 八国领袖峰会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但你看看 现在这几年已经发展了 完全成为一个现实了 但是反过来说 其实我觉得 这当然是中国 因为现在外汇储备 世界第一 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 等等都在上升 但其实坦白的说 任何一个国家 它的综合国力 或者它的长期的发展 一定要来自于 它内在的一个 如果没有内在发展 一个可持续的支撑的话 任何外在的势力的延伸 都是都是短暂的 它就像个泡沫 经济的泡沫一样 或者或者它就像 一个啤酒上面的墨一样 表面看起来很好 但下面的实在在的 实质到底有多少 没有可是邱先生 这个刚才谈到 全球化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情况下 有一个困难说 内跟外实在不容易分 我们说全世界都在关心 中国的宏观调控 这个我也听很多说法 甚至有美国在 Princeton教书的朋友 前辈老师告诉我说 乔惠啊 以前外国人脑外学中文 第一句通常是说 你好吗 或者说吃饭了没 吃饭了没 现在就先学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 这样那个大家都要看 可是倒过来 国外的情况 四方欧美世界的情况 也会深远的影响 中国跟香港 所以说整个内外不容易分 当然说外国也有 它内部的问题 都要解决等等 那可是讲到中国 整个重量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字 假如是真实的话 是可靠的话 那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从2007年 中国对整个经济 全世界的经济体系的贡献率 是19.2% 等于是那个重量 到了2008年 23%点多 到了2009年 刚出炉的数字 接近50% 它对2009年 整个世界全球经济 它的中国的贡献的重量 它的等于我们 贡献一半了吗 对 接近一半 等于换一个角度来说 它的影响力 对于经济领域的影响力 到了一半 那当然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要理解 为什么这个会议 从头到尾 都是中国 中国 中国 所以我们刚前面就讲到说 所以现在说G8不行了吗 G2 就也靠G2了 到最后就G1了 就是老大了 95了 我们从来不跟人分享了 中国 刚才嘉辉说的 这个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加速度的发展 你看人类在过去100年 它的发展是超过过去900年 过去在最后10年 由于我们英特网的产生 互联网的产生 它的发展超过前面90年 那你说的中国现在发展 如果按你这样说的话 最近五六年 中国迅速发展 到2020年 中国还有不得了的发展 这种成加速度 其实我觉得 某种程度里面 当然一方面是事实 另一方面 是不是有某种隐患在里面 或者还有 有两个逻辑 一方面是事物 本身发展的逻辑 是吧 中国那么庞大一个经济体 它的迅速发展 一定会给世界经济 带来很大的贡献和拉动力 但另一方面 从我们的心态 我们怎么去解读这种东西 我们怎么去感受这种东西 当西方人 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 或者夸大或者缩小 去解读这种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回应 其实我觉得 这很考验我们自己的心态 和我们自己的心态 邱先生所说的我们 我觉得 不仅是包括一般的 普通的市民大众 尤其是知识分子 精英 像我说看了一些材料 所以说不仅是那些老种 大家全部加成 出去药物洋味 我看到很多 比方说在中国不同的城市 访问经济学界的学者 或者说很多的专家 他们对于这次的会议的反应 都是觉得高度的骄傲 或者说像文涛所说的 太牛 就觉得整个反应 你看我们中国 你们孤能不承认我们了吧 所以这次的会议不仅是说高度来认真来讨论中国的影响力 而且是那个倒过来说让大家特别的中国的精英 觉得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被确认了 那我们看到那个我是有点觉得不舒服不安 所以说在于说我们中国人喊了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的平常心 可是一碰到这样的问题 根本看不到什么平常心 中国很难有平常心 因为中国过去我们几百年的那种悲情所在 过去几百年我们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 尤其西方压迫我们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开始扭起来 一不小心便是过牛了 就这个时候你很难摆成自己的位置 没错 你看当年我就想起曹操 要不说不得了的一个人 他能够有这个 就是说我想起这个火烤 那个时候不是现在说发现曹操牧 他说那个时候在东汉末年的那个时候 虽然曹操是携天子以令诸侯 那个时候这个吴国东吴那个孙权拍马屁 拍马屁还上表称臣 说你要称帝 你就是说你曹操可以当皇帝 曹操当时拿着孙权这个姓跟周围人 他都能说孙权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 这个都有这智慧 他们这家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总觉得说这个中国经济什么牛牛牛 我不知道是在哪个概念立场上去说的 因为呢我看到的就是街道啊 就是什么 我总觉得我比如说我在美国 或者是我在欧洲 乃至于我在香港 然后我回到大陆 我看到的基层的一般老百姓 这个差距可是太大太大了 现在中国呢 你怎么能说你世界第一呢 中国呢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它又是一个非常迅速被催大的这么一个婴儿 但又是一个畸形的婴儿 你说迅速被催大确实有道理 中国的现在外汇储备 1999年到2009年翻了十倍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最大的一个国家 而且中国现在大陆的很多富豪很多 那我们先不管它的来路 来钱是正当的不正当 但至少香港 我今天看到的消息是香港皇帝党的将近一半 是内地富豪拉同的 就是从钱的绝对数量上来说 而且我们已经老说国家国家还不富 现在我们没法说国家不富 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当然这是 最大的美国的债主了 当然这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任何一个国家它富有都不应该是国富 都应该是民富 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意 国家应该是分配公平的资源 国家应该发展它的国家能力 现在我们是往往是 我们中国人以前的概念老是 国富名强 国富富国强兵 这个富字永远是放在国里面的 我一直说错的 市场经济的本意应该赚钱 应该让老百姓自己去赚 你国家是收税 收税以后 然后你迅速的重新公平的分配你的资源 现在老百姓都在赚了 现在老百姓赚得可高兴了 你不能说来香港买房子的不是老百姓 都是两 我很多朋友 现在中国人多嘛 哪一类的老百姓 他富了以后 那个钱会怎么用 比方说以前的 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地震 整种的灾害 不是有个热门的讨论吗 那有钱人跑去哪里了 怎么没人捐钱 所以说第一个里面是说 到底谁富了 富的人是小还是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富起来之后 他的钱有没有用呢 有没有重新把钱拿回来 再投资 或者说慈善工作 还是把钱不晓得拿去哪个国家 这个是涉及到富人的道德观问题的 他富人富了以后应该怎么办 人家说贵族是要三代培养起来的 你这个做富豪有一个做富豪的道德 是吧 等等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国家 他不应该成为富裕的主体 民众才应该成为富裕 相信我们应该相信 相信人民相信党 相信老百姓是有能力赚钱的 然后老百姓赚了钱以后去交给国家 所以国家在重新会给资源 中国现在关键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没有做法 对啊 所以我想起挺流行的一个歌 每次听来还挺感动 五星红旗 你刚刚漂亮 什么中国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我后来听我说 这个战争年代可以 何必年代 对 对